神经病的思维广斗笔文家 欢乐多 本期游戏视频神经哥继续来挖战第一的老坟 之前已经解密了看见天使狗牌 野兽支援狗牌 后来又解密了不能让马化腾看到的 机枪骷髅头皮肤 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解锁这把 违和者左轮手枪 但是现在还差三个必备条件 那就是金牌 金牌和铜牌 其中铜牌的解锁条件最为变态 可以说是战地史上最难解锁的东西 如果说看见天使狗牌是小学生水平 骷髅头皮肤是高中生水平 那铜牌就是研究生水平 在解密之前 我要给大家说清楚 你所看到的这些解密解锁 都是有先驱玩家解锁后公布的方法 并不是我自己一点点发掘解密的 战地里面的彩蛋解密 基本全是由国外网站传出来的 看完本期视频 你就知道这些解密 绝不是某一位玩家通过玩游戏就能解密的 但这不是重点 重点是哪怕方法告诉你 很多人还是选择着放弃 很多玩家的牺牲是 其次方法告诉我 我还是看不懂啊 接下来就让大家见识一下 什么叫做史诗机变态彩蛋 上一次解锁枪械皮肤需要一组摩斯密码 很多人都说 压得太难了 那么这个铜牌需要你破解九组摩斯密码 并且这些密码不是说单单几个字母 它可能是有几十个字母组成 并且每一组分别采用了不同的加密方式 也就是说摩斯密码破解了还不行 你还得下方设法二次破解 本期解密步骤和方法 全部参考国外一个叫做 wikigame第一集 叫这个网站 这个网站详细地裸列了铜牌的解密方法 我先说一下解密的基本步骤 游戏中有九张地图 这些地图中都藏着五个耳机和一台发爆机 发爆机的位置是永恒不变的 但耳机的位置是在固定的几个点当中的某一个点随机出现 比如这些图中 王标就是耳机有可能出现的位置 蓝标就是发爆机的位置 你要找到耳机才能去发爆机的位置收听电报 然后根据发爆机的嘀嘀哒哒声 破解脖斯密码 这样的事情你要重复九次 看到这里 那都是真暗 说明你是一位对未知充满期待的人 咱继续往下走 不管你是明码还是暗码 密码的结果都是一个位置代码 每一个密码它都指向了九副地图中的 27个位置中的某一个 这个位置会暗藏一个非常神秘 却不容易被发现的符号 你可能会说 那我直接去地图里 把27个位置全部看一遍不就行了吗 不行 因为每个人的摩斯密码是不一样的 导致所指向的地图位置也不一样 比如说你的第一组密码 指向的可能是A图中的B位置 我的密码可能指的是F图中的B位置 所以这个方法是行不通的 只有看到符号后传了一阵恐怖的声音 才说明你完成了一步 只要声音不出现 就代表你没有完成 你觉得这个解锁条件变态吗 的确很变态 但是国外的这个网站已经给了你步骤 以及怎么二次解密的方法 我要做的就是根据这些步骤 然后对应图示进行解密 难的地方就在于摩斯电码的破解 上一次我是采用轻声音 然后手抄的方法 然后再对应摩斯电码表进行解密就行了 这种方法呢 几个字们还行 如果是好几个单词 甚至是几十个单词 那就头疼了 怎么办 国外有一个摩斯电码解密网站 它可以在线把你录到的滴滴答答声 直接给破译出来 当然你需要提前设置一些参数 先来破解第一组密码 我选择了苏伊士这张地图 经过不停的寻找 我在河边找到了耳机 现在我要去发报机的位置收听电报 第一次发报机上面的灯是白色的 听个四五十秒就可以了 当你离开后发报机就会自爆 现在我要把电报音频上传到解码网站 第一组密码是明码 不需要二次解密 但是密码很长 不用担心 要用的只有前三个单词 我的密码是 P-I-L-L-O-W-M-A-Z-A-R G-I-N-A-R 这密码对应的是图中西奈沙漠C点的位置 位置有了 咱们就去找第一个神秘符号 找到了一个非常小的双向箭头 几秒钟后就会传来诡异的声音 意味着第一组搞定 第二组我选择了亚免这张地图 我和队友对五个点一一排查 最后在柱子这里找到了耳机 拉规矩 找到发报机 收听电报 这一次灯是黄色的 步骤依然是上传音频解密摩斯电码 获取的密码依然很长 这组的密码文本是 颠倒密码 R1M1MB1R 就是说从R1M1MB1R开始 后面的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用理会 位置代码就在最前面这里 我的是SNEIMANR这些这些 但是这个密码是倒序加密 倒过来啊 那就是CHURCHRUINS这些 对应的位置就是 亚免地图中这个C标的位置 找到这里 我们发现了一个三角形符号 替代了上一次的双箭头符号 传来诡异的声音 第二组搞定 第三组 我又选择了苏伊士 找到耳机 收听电报 这一次的灯是蓝色的 这个组密码的文本是 阿特巴西密码 SECOND 就是说从SECOND开始 后面大家都是一样的 不用理会 所以我得到的密码 就是最前面几个单词 LFGKLHGYZR这些 这组模式密码 采用的是阿特巴西密码加密 可以用专门的网站一键破解 手动破解也很简单 阿特巴西密码 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简单密码 A变成Z B变成Y 依词类推 我做了一个简单的图示 如图可见 阿特巴西密码中 A就是Z B就是Y C就是X 所以对照表一破解就是 O-U-T-P-O-S-T-B-A-R-R-E-L-F-A-W 对应的是法欧宝地图中 A标的位置 在这里我找到了向右键策的图标 声音一响 又解密一个 由于时间有限 很多重复的步骤 我就不提了 第四组 这一次都是绿色的 密码为美是 ROT密码 T-H-I-R-D-R-U-L 所以我的模式密码是 O-O-P-S-S-A这些 因为它是用ROT密码加密的 N值设置19 到晚上里解密出来就是 H-I-L-L-B-A-R-N这些 对应的位置是 帝国边境地图中 B标的位置 在这里 看到了一个非常神秘的符号 第五组 灯是透明的 这组密码更变态 不仅采用了反向加密 还采用了铁山来密码加密 密码为美是 这些 我得到的密码是 A-T-L-E-O-L-A-W 先反向处理就是 H-R-A-E-C-L-W-A这些 然后来相应的网站 选择解密 华挥设置为5 偏引量设置为0 得到的密码是 H-I-L-L-T-O-W-E-R 指向的位置是 苏伊士地图中 C标的位置 在这里 又看到了 神秘符号 后面几组 我就从简解说 第六组 灯是橙色的 密码是 ET两个字母的 随机组合 需要将 E换成A T换成B 采用的是 PG密码加密 解码后得到的密码 需要再次用 阿特巴西密码解密 我的最终密码是 F-E-R-R-O-F-E-R-E 对应的是 格拉巴山地图中 C标的位置 这个图标写着 EDW-A-R-D 这几个字母 将会是 下一组密码的密石 第七组 灯是斐红色 这组密码 采用的是 唯一基亚密码加密 密石就是 上一个图标中的 EDW-A-R-D 解密后 我得到的密码是 这些 指向的位置是 流血燕青地图中 C标的位置 最后找到的图标上 写着 G1-O-R-G1 而这又是 第八组密码的密石 第八组灯是 清明色 解密后 我的密码是 这些 指向的位置是 帝国边境 A标的位置 这个图标上写着 伦敦 第九组的灯是 青绿色 这个密码 我们可以偷格来 我们只需要把 电报听完就行了 因为这个密码 每个真的都一样 摩斯电码 全部解密 我们要来到 庞然暗影 这个地图中 风车的阳台上 等待两分钟 会有一只信鸽 朝你飞来 随后听到恐怖的声音 意味着 铜牌解锁 大功告成 这个铜牌叫 初显身手 上面写着 我想我一不小心 拦截到了 其他人的信息 满满的谜语和谜团 真是太有趣了 我实在无法忍住 不多看几眼 我的妈呀 这解密不仅变态 还要人命啊 当你拐过头 再次听电报 你会发现 电报的灯 变成了红色 嘀嘀哒哒声中 还伴随着 恐怖的嘶吼声 喘息声 耳语声 这段电报 有人解密了 意思是 警察 警察 警察